淡水区渔会为了要将渔室的空间更加的活化利用 今年渔会将渔藏市集的一楼当中的闲置空间改造成为渔藏读书馆 而渔会表示这些书其实都是善心人士所捐出 就是希望在渔会中打造充满书香气息的场所 淡水区渔会为了要将渔室空间更加活化利用 经营渔会将渔藏市场一楼当中的闲置空间改造成为渔藏图书馆 走进渔会市场除了可以看到干净明亮的渔室摊位之外 在一旁的小角落放置许多桌椅 墙上书柜当中满满的都是书籍 渔会表示这些书都是善心人士所捐出 就是希望在渔会当中打造充满书香气息的场所 那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渔室里面找到了一个空间 来让就是能够就是用旧有的东西 像我们的桌椅都是旧有的 只是就是剩下闲置的桌椅 把它贴皮重新再整理一下 所有的书都是捐赠的 那渔会为了推广大家 让大家有一个休息的空间 还有一个阅读的习惯 让大家有一个好的地方 来能够在这边来休息来看书 渔会表示在过去渔室当中 缺乏可以让游客休息的地点 因此就将旧有的空间 还有桌椅重新整理之后 繁星成为相当有气氛的读书馆 而这里有上千本的书籍 大多都是文章杂志 就是希望可以让游客在欣赏 渔人码头的美景同时 可以坐下来阅读 我们这里是这样子 书的话是直接就自己取 自己看 自己收 我们是不收费用的 完全不收费用的 书是这样子 人在这边看 只能在这边看 在这边看来就是说 我们的概念是这样子 能够让更多人有一个阅读的 能够来这边能够休息 兼一个阅读的习惯 墙壁上大大的不可英文字样 用灯光营造出不一样的气氛效果 加上窗外美丽的景色 在这里读书可以好好的沉浸下来 愉快表示民众在开放时间 可以来这边阅读 但是书籍无法借出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 这一座读书馆 让渔藏渔市集当中 多了一分书卷气息 记者许团一带去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